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殊它有两个形态 宝箱形态和徒步形态 我们先看一下宝箱形态 它大多会出现在宝可梦珠子当中 宝箱怪啊 有人说好像是在宝可梦里面玩到泳子的豆腐龙一样 属性纯幽灵 身高0.3米 体重5公斤 特性胆怯 乍看上去难以看就是宝可梦 潜伏在帕迪亚地区各种各样的地方 似乎在埋伏着等待有谁路过一样 根据昨晚的视频啊 这个宝箱怪在猪子中会控制人类 控制人类 然后帮它去收集硬币 之后呢 昨天那个视频里竟然出现了999个硬币这种单词啊 让我就是一阵心慌你知道吗 什么999新盖中盖高改变啊 那他这个官方暗示是不是进化需要收集999个硬币的意思啊 这个比那个收集哑哈哈还要痛苦啊 可能 但应该难度没有这么大 应该属于那种硬币属于比较好收集的道具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另外一个介绍 他说是有着很高的防御力 宝箱非常沉重 动作迟缓 不擅长行动 这个是什么啊 幽灵系不擅长行动比较慢啊 我们就想到那个彷徨夜灵啊 所以这次精灵很可能是被认为啊 宝可梦珠子当中 对标彷徨夜灵这种很肮脏的宝可梦那种空间手啊 开空间的好手 宝箱怪开戏法空间啊 开完你这个队物里边的什么班吉拉斯啊 什么就冲过去打人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索财林的另外一个形态 叫徒步形态 它就是泄露出来的那种啊 头上带一个触角 然后背上带硬币的 徒步形态不会隐藏在宝箱中 而是隐藏在帕迪亚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 背上背着一枚硬币 只要有人接近就会马上逃跑 因此在帕迪亚地区似乎还没有训练家成功捕捉到他 哇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徒步形态在珠子当中虽然会遇到 但是是很难抓到的 几乎是抓不到 另外那个宝箱形态呢 在珠子中应该是比较好抓 这两种是要分开来的 之后官方还公开了宝可梦珠子 还有Pokemon GO 他们两个游戏居然要关联了 关联了以后 它这个徒步形态 就是没有宝箱的这个形态 会在Pokemon GO中出现 而且跟宝可梦珠子不一样的是 在Pokemon GO中 这种徒步形态会变得非常好抓 就是在珠子中 这种几乎是抓不到这种的 然后在GO中又特别容易获取 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去Pokemon GO 抓这个没有宝箱的 然后再传到珠子中啊 它两个游戏它要一起搞一起卖 两边互相宣发一下 是这个意思官方 这次精灵是挺有意思的 我感觉应该是会有进化性的 它毕竟说了有什么999个硬币 就是担心啊 它这个收集会不会非常困难啊 收集困难那就蛋疼了 不过参考我上期视频说的 美路美塔啊 真的可能进化性会比较强啊 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呢 GO中的美路坦跟美路美塔也是这样 结果美路美塔特别的帅 期待一下新精灵索财林的进化型啊 好 本期的珠子的新情报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次再见 ó кстати 太专心了 对